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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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们又有一些新家人了 感谢在美主 今天早上是受洗的好日子 今天早上我们一共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洗 我們一起有六弟兄弟,我們會祈禱 若主允許,我希望大家待會的掌聲會是越來越大 歡呼聲會是越來越大 如果我們的神許可,我希望鼓勵會更大聲 阿門? 阿門 剛才這個測試好像還不太到位,感謝讚美主 好的,感謝神,我們下面就開始我們今天早上的洗禮 我們要歡迎第一位,是這個Abby姐妹 我們歡迎第一位,阿彌姨阿彌 感謝讚美主,阿彌其實來到我們教會的時間不算長 只是幾個月,阿彌姨阿彌來我們的搜尋 但是我很感謝神,她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屬靈的家 我們的姊妹,她是屬於我們新開始的Oleaf小組的 我們的姊妹,我們去新的Oleaf小組 掌聲比較小聲的原因是因為今天有一半的人都在後面 會被拜託,會被拜託,感謝讚美主 祝福神 下面呢,我希望可以請阿彌姊妹分享她的見證 然後,阿彌姊阿彌會分享她的説 我們不會,我們的英文的翻譯會打在PPT的上面 所以呢,我下面就要邀請阿彌姊妹 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來鼓勵她 大家好,我是阿彌,我中文名字叫周衛 在認識神以前呢,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基督徒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個性非常強的人 而且堅信任何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來爭取的 然而,對於宗教的態度 我自己是自認為很理性地認為那些都是編造的故事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曾經很多很多次地聽到過福音 但是之前,我的心很硬,一直都不以為然 非常感謝神,在我心裡面種下了做工種下了種子 使我的心呢,漸漸地打開了 在觀察身邊的外事外物的時候,認識了這位偉大的創造主 同時我也認識到,自身是有體現的 用自己非常有限的去支持去探索 是很無限的作為,是一種驕傲的行為 同時也認識到了,世界上經常有壞事發生 是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於是呢,在兩年前,我當時還在奧斯林的一次主日學上 然後我已經不記得那位長輩叫什麼名字了 是他帶著我做了絕食禱告 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像是一個 就不再像是一個迷失的孩子了 就雖然神自始至終的作為 人們還是永遠無法參透的 但是神的愛是真的明明白白的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密忘,反悔無聲 隨著對基督教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神對我的改變也變得更加的真實了 而且耶穌也終於不再只是一個 在我印象中停留在話裏的人物了 他所受的刑罰就是真正的作為了我們的暑假 像個禮物一樣送給了我們 我就什麼都沒有做 反而白白地得到了我生 從表面上看來 我好像沒有,生活上並沒有非常劇烈的改變 但是我內心清楚地知道 心中的平安是以往都從來沒有有過的 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凡事都要自己逞強 我來到耶穌面前,祂告訴我 要不要為明天憂慮幫我擔起了重擔 讓我感覺到了成年人生活也可以過得像個孩子一樣 那一天,我聽到了一個聲音在我耳邊 不斷地在跟我講,你跟從我吧 耶穌這個話也對好多門徒說過 現如今也對我說了 真的很感謝神的代理 感謝神帶我回到了家 謝謝姐妹分享你的見證 我下面要問你幾個問題成為你的信仰的告白 你相信我們的神是三一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也是創造你的神嗎 是的 你承認你是一個罪人 你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 是的 你願意一生地跟隨耶穌愛神愛人 為的是回應祂的愛 是的 因為聽見你在眾人之前所做的見證 我要愛 我要照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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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下一位要受洗的是Angela姐妹,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谢谢Angela Angela姐妹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她也是Olive小组的成员 谢谢神奇妙的带领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姐妹的见证 让我们来听听SisterAngela's testimony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上午好 我是Angela,中文名叫颖阳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受洗见证 今天的心情有点激动 我其实对神的认识过程是从完全不相信到怀疑到半信半疑 然后直到现在的完全相信 以前的我也是内心非常硬 可能是由于自己内心的骄傲 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努力去实现的 以前对神的认识也很不正确很模糊 觉得那是像封建迷信一样 就觉得都是很没受什么教育 或者是内心受到什么伤害很脆弱的人 想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靠 所以才会走向神 但其实现在看来 我觉得那是自己很无知的一种表现 直到在大学时期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张同 他一家人三代 从他到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公外婆都是基督徒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开始对我传播福音 我对神又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那个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我开始怀疑半信半疑 也觉得以前自己的认识是不对的 之后我跟随我先生也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那我一直都是半信半疑的状态 时而跟神的关系也是忽远忽近的 一下相信一下又怀疑 那直到去年的去年年底 小燕姐张小燕 她介绍我来到了我们的教会 有个Christmas party 然后在那之后 我们一家人就一直都来这个教会 那很神奇的是 就是我在这个教会 我受到非常多的感动 我一来到我们教会就一直在哭 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 然后兄弟姐妹在一起祷告 还有泡沫师每次的呼召 我都非常的感动 我就莫名的流泪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 但是就很难以控制 却止不住的热泪从身体里涌出来 一直在哭 我一开始的时候还很不好意思 很难为情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呢 但是其实从那个时候 我知道在从我碰到我先生张同的那一刻呢 神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我那个时候呢 就其实已经在不断的跟周围的朋友 在传播福音在分享 然后不断的邀请周围的朋友说来我们教会吧 那在后来参加了我们的小组 Oleway小组 在组长David 还有组内兄弟姐妹 我们一起上了一个启发课程 我觉得那个也是对我改变非常大的一个课程 我的内心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 让我对神对生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呢我那个时候我也跟神认了我的罪 并开始学会了开口祷告 很神奇的我的祷告 我觉得得到了神的回应 让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然后那个时候也卸下了身上的一些 以前不愿意和别人去分享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和神任何事情你的任何情绪 你都可以和神分享 那个时候内心得到了是非常的平静和喜乐 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 非常感谢神 感谢神这一路以来的直言 让我碰到了最大的恩赐就是让我碰到了我现在的先生张童 然后并且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活泼卡二的儿子 奥斯基来到教会认识教会的这些兄弟姐妹 我也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全心全意的服侍神 在神的搏度里爱神敬仰神 哈利路亚 感谢再美主 谢谢姐妹分享你的见证 下面我要问三个问题 作为你的信仰的告白 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是创造宇宙外部的神 也是创造你的神吗 我相信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的 你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 爱神爱人为的是回应祂的爱吗 我愿意 因为听到你的见证 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男人为生 有欠 simply 能去咬一身 要奉圣我们的杀佛圣子圣灵的火力 你还奉励赎我们的杀佛圣子圣灵的火力 如海洋 落葉卻心而睡意 以誰永久離 愛你 下面我們要起來歡迎寧彥姐妹 接下來會是我們的姐姐寧彥 感謝寧彥姐妹也是不久之前來到我們的教會 寧彥姐妹現在是我們Pioneer小組的成員 感謝寧彥姐今天她的先生和她的孩子也在我們中間 我們一起來聽聽我們姐妹的見證 大家早上好 我叫林彥 我沒有英文名字 我大概是八年前開始接觸我們基督教的聖經 八年前在Port Collins的時候 認識了一對基督教夫婦和朋友 宗文學員的母婷 從此就跟他們成了好朋友 沒有和他們家團齊的承擺 朋友說了我一本聖經 五年的時間裡 我們學習和討論了很多神的話 剛開始我僅僅是不抗拒 但是五年了 之後覺得他們把森林的種子種在了我的心裡 感謝朋友五年的陪伴幫助 後來雖然我傷心了神 但還沒想過收起 覺得儀式並不重要 心裡有了神就可以了 一七年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們搬到了恩惟 然後兩年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們賣房子 搬家又不搬家 然後生活也是 有很多的不穩定 然後工作也是因為換了 換了 換了組 然後有很多新的困難 然後就經歷了那段時間 就很覺得很困難 晚上也睡著覺 然後睡眠的晚上 就重新拿起了朋友送的聖經 其實已經有大概兩年沒碰過了 讀著聖經上神的話 心裡就有了平安 睡眠也有了改善 就覺得 聖經應該受洗 一兩年 一兩個月以前 神把我帶了一個機會 把我帶到了家裡裡 又把受洗的機會 讓主長王成的Grace 送到我的面前 感謝泡沫師接受我 為我施洗 因為神登靈從此 在我心裡生長壯大 感謝神 謝謝姐妹分享 她真的是從心裡面 對神的見證 下面我要問三個問題 成為你的信仰的告白 你相信我們的神 是三一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 是創造宇宙外物的神 也是創造你的神嗎 是的 你承認你是一個罪人 你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 是的 你願意一生來跟隨耶穌 愛神愛人 愛神愛人 為的是回應祂的愛 是的 我願意 因為聽見你的見證 我要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為你施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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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謝謝 我願決心跟隨你 你誰永不離開你 下面我要歡迎王玉萍姐妹 接著會是王玉萍姐妹 我們歡迎她好嗎 感謝美主玉萍姐妹是在周宜小組的 今天有沒有周宜小組在這邊 感謝主每當我們受洗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喜樂的日子 我們請熱淨的話 每當我們每當中整個生活有福啦 感謝美主 我很想親聽玉萍姐妹的見證 YTней Sind, sama! 這個對 rembol,另一場活動 我以為也可以? 皇紀姐妹好 从2018年10月开始 我通常都很烦闷 担忧 心情非常不好 对任何事情都没有 经常起座 一心只是想离开这个世纪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我从一起十周拜观音 我求观音能帮助我 当意绝对没有改变过我右手和情绪 死满的念头常缠着我 有一天我正想去解决出我自己的生命时 安娜打电话又请我出午餐 这个电话拦着我的死亡 我尝试前不认识一个人也好 就去了在吃饭中 他认识耶稣给我 第二天又带我去教堂认识彭牧师 他为我祷告 我以另外一个牧师 来牧师 在我家中 查去 查去 查去过去 拜 啊 敬拜的友讲 为我清 啊 清垂 帮我清洁 啊 清 啊 清垂 清洁的我的家 心中充满了平安 心里的表怕没有了 我每一天 每一个星期五 参加小组追会 星期天来教堂 弟兄姐妹 常热心地接待我 我越来越乐趣 其方来教会 他们为我祷告 我心里充满了平安 岁月也好了 我紧收到 耶稣才是我的真神 若他不感动安娜 电话给我 我已经不再是这样了 耶稣救了我 他要一个深的心 他给我一个深的心命 因为他改变了我心里的思想 思念 使我对人生又有了盼望 所以我决定 借手洗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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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寿耶稣 经我的心灵里面 允当我走永远的路 求到谢耶稣的望救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玉萍姐妹 谢谢你 和我们分享你的见证 下面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是你的信仰的告白 第一个问题 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也是创造你的神吗 是的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的 你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 爱神爱人 为的是回应祂的爱 是的 因为听见玉平姐妹在众人面前的见证 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沦碎耶稣 都不会痛 都不会痛 主的应许是一人得救 全家都要得救 這是我們的神祝福的祈禱 一人是救了 全家的祈禱會救了 下面就是玉萍的先生康 他今天也要受洗 玉萍的先生康 他今天也要受洗 玉萍的先生康 我們的兄弟康 我給你們來歡迎康哥 我們來歡迎康哥 大家歡迎康哥 康哥他跟姐妹玉萍 一起來到我們的教會 康哥和玉萍來我們一起去寺聖 康哥和玉萍一起來到我們的教會 康哥跟玉萍來 我們一起去寺聖 康哥來我的姊妹點 秉靜 為我真慶感 這名字叫康哥 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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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懂 康哥 康哥 我不懂 康哥 我不懂 就叫信耶稣直到今天 由太太陈亚禄患病 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感到非常非常担忧 不知怎样做好 感谢天父为我们准备了 我姊女同学的妈妈叫Anna 似乎我们的帮助及关心我们 将我们带来加利利 灵亮堂认识阿波千道 才有机会接触耶稣 相信耶稣 当阿波千道深入了解我们的情况 祂不单为我们祷告 祂不谎 旷易奥 旷易奥 一家华人教会的 賴瑟琳牧师 Petro Joseph 和賴司姆 在今年4月24日同來我家用廣東話來講解福音 當時太太平靜地聽到福音後 竟然然意馬上揭治歸信耶穌 當我朝太太揭治歸道後 臉上即時展現了平安的歡樂 實在令我心非常感動馬上流淚 因為我感到如此對我的寬容和偉大的愛 依然我也願意即時決信耶穌 回想自己再列腦成長小善 跟父母拜神和著上香 雖然當時不知道所拜的什麼 一生只是求平安 所以結婚後也將如來而去多不同的大小的偶像 買回家中擺放 雖然偶像沒有開光 現來者是敵當真神的行為 我們幾十年中 我們幾十年中中了那些魔鬼的危機 危機也不知道 難怪我們心中一直沒有爭靈安 直到揭智那天 我才真正知道耶穌 知道子耶穌為了我們的罪 等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從死裡復活 並且從死裡復活 要救我們 救我們 天離罪惡 以臣無好 所以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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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個封城喜樂的生活 恩著子耶穌 偉大的愛 馬上開解了我的思想 我也願意回展歸信耶穌 我承認她是她才是我的救子和一生的子耶 雖然如此 我和大大都認定 家中的 十八名 膝蓮的 cattle像 對我悶 不但是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效用 而且會灰族的父神就決定由賴律師和阿波尖道 立刻將家中所有大小老象拆去精彩當時用了五大垃圾膠袋 是的,並為我們一家徒高求和 感謝此對我們的聯和成功 我信子後我和太太每周都去教會敬拜神 聽到聖經的真理和見弟兄姊妹們同心有力的 徒高上上帶給我很大的鼓勵 很多次受感動流著眼淚去徒高感謝子 對子的信心 而以來以來卻強 在日常生活中心中心中上充滿重子以來的歡樂平安 這前時耶穌所賜的福氣 他們會天都看見我們一家大小實在感恩 回望過去的觀念 我們都經歷此很大的陰年 所以跟想透過洗禮的體禮來見證此的愛 並以加入教會與兄弟姊妹們同一同事舉止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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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主 康弟兄第一次來到我們教會的時候 我看他臉上是充滿了憂愁 當時我為他祷告 你還記得嗎?你就流淚了 and my sister come cried brother brother 你就經歷到神的愛 he experience the love from God 謝謝神今天妳站在這裡 praise the Lord today you stand right before you in front of him 我要问你三个问题是你的信仰的靠白 靠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也是创造你的神吗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你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 爱神爱人 为的是回应祂的爱 感谢主 因为听见你在众人面前的见证 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 感谢主 为耶稣永不悔悠 永不悔悠 好 下面我要欢迎周日生弟兄 你不是东北人吗 这应该不会很冷吧 周日生是我们 Happy Fish学生区的 感谢主 今天把最年轻的放到最后 我们一起来听听日生的见证 让我们的全来听听 我们就不联系 hip hop 这将来听听的是我们宣传的 那些大家的证据 我们一起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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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听听 基督教是我多大的时候了 我只记得那天是一个圣诞节 然后我第一次去教会 看了几个不知道在干嘛的节目 然后顶着一个小礼物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 基督教是跟耶稣啊和神啊相关的一些东西 接下来就来到了我21岁那年 我离开了我21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的家乡 来到了美国 一扇崭新的大门呢在向我慢慢打开 我刚到美国的 我刚到美国一架飞机呢 我就认识了Happy Face这个组织 是因为当时Happy Face去机场接的我的新生 那一刻我慢慢没有想到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Happy Face会一直充斥着我的生活 最后成为我另外一个家 从我第一天来到Happy Face呢 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爱 这里的人都会很用心地去帮助我们这些新生 有帮我们找房子的刘育学姐 有美洲带我去超市的Karen夫妇 甚至还有买车的时候帮我杀掉的头 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初到美国留学的人倍感亲切和关爱 在接下来的留学生活中呢 我也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 就是 不是 就是 慢慢的呢 我开始考虑 是什么让 让我们这些小组里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有爱心去帮助身边的人呢 当时的我没有找到答案 在接下来的留学生活呢 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像听天书一样听不懂 然后考试的时候也不知道体理问的是什么 然后甚至还有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 种种这些困难呢 把我束缚起来 使我心情变得越来越差 甚至自信心又受到打击 但是我还是每周五都会去参加我们小组的聚会 去享受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顺便获得一份免费的晚餐 不让我自己松立起来 慢慢的我发现 我身边的基督徒他们在面对人生的困难和困境的时候 并没有像我一样有那样的挫败们 仿佛他们都很会抵抗挫折和困境 我看到兵哥在找工作上 还有换钱证上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为他一起祷告 我也看到蒋龙在面对读博士上和困难的时候 没有像我一样心态崩溃 于是又一个疑问在我心目当中产生了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有这样平安和喜乐的心呢 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直都在我身边 通过我不断学习 通过我不断学习神的话语 我了解到是神先爱给我们 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感受到来自神的爱 同时我也认识了耶稣 祂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选择相信主 就选择了像他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选择相信主 让他带领我们走前进的道路 我们在困难面前就不会觉得软弱 拥有平安和喜乐的心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后呢 我决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接受神的爱 让他做我的救助 祈求他赦免我的罪 将平安和喜乐的心带入我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愿我们每天都与神同战 一切的荣耀都与神 刚刚听到日圣的见证也是特别的感动 其实我们多年我们Happy Fish在这边建造 我们看到Happy Fish多年在这边传福音给国际学生 我们感谢神今天也是一个收割的日子 我们也看到日圣生命中的改变 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所有受洗的人 我们都要一起来帮助他们在主里面来成长 我们期待我们所有弟兄弟们都会肯定成为你的信仰的告白 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创造你的神吗 我相信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承认 你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爱神爱人为的是回应他的爱吗 我愿意 感谢主 因为听见你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和宣告 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请 谢谢 耶稣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们经常这些个非常庆好的日子 today is a celebrating day 因为几乎是我们每一个的馊持 because Jesus is satisfied 没让勤力来唱这首诗 Christ is enough Christ is enough 优优独播放 Through every trial my soul will see No turning back, I've been set free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And everything I need is in you And everything I need Christ might all in all Enjoy my salvation And this hope will never fail Heaven is our home Through the weary soul My soul will see Jesus is here To copy the glory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Everything I need is in you Everything I need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Christ is enough for me I have decided Everything I need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like something 你是我满足,敬虑 你是我心满足 你是我心在意你 一切在意你 是我满足,敬虑 你是我心满足 一切在意你 一切在意你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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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预备心 来领受今天早上的圣餐 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神的家里 我们一起分享圣餐 那我们最近用的就是 刚才受死的人中 那我们最近用的就是 刚才受死的人中 那就是他们第一次 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圣餐 那就是他们第一次 所以我们很多人 已经临生产多年了 但是神总是要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爱情 就像我们在今日的清晨 回到我们第一次临圣诚的时刻 神总是说回到我们起初的爱情 神总是回到我们起初的爱情 何的宝贵 神在世上为我们把所有礼物的宝血 和祂掰开的身体 所以这早上我们一起来试想 回到那第一次当我们在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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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想我们第一次临圣诈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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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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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分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看我来全心警报 神机就在不远前方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不分与我分相 跟生命渴望 每当有很紧注它 你指引不要忘 是我心充满永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们在世纪里面全能的力量 每当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等我来全心警报 神机就在不远前方 你指引不要忘了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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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是记忆里面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我正是记忆里面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正是记忆里面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你将在不远前方 Hallelujah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Honey Father we just give you praise this morn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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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我们的感谢送到你的面前 We thank you so much We thank you so much That all you require of us is our faith That it is not about what we are doing Nothing that we've done today that we've earned But it is simply by your love for us And by your grace That we may stand before your throne But we ask for your blessing this morning And the Lord We ask that your blessing will come to our nation Because our country needs you And in the country needs you And we pray that you would continue to watch over this land And Lord we also ask that you will watch the people that are here in this land And in this land And even starting within our own community 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 Lord even in this place 就在这个地方 so Lord we ask that you would shower your blessing to this place 求你的恩与降下来 that as we turn back to you 当我们回转向你 Lord as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turn back to you 当我们谦卑下来回转向你 that you will heal our land 你就拯救着你 and that way you will heal us 你就治愈我们 Lord we ask that you that diseases will leave us 有的病痛离开我们 that we may be restored 我们重新得力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赞免你 we give you our praise 感谢赞免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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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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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you sit down I want you to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that says you seem so lovely toda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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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也可爱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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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have a seat please 请坐 We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welcom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pecial day So that there are many new friends and family So our tradition is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When I count to three we will ask you to stand And we will give you the warmest Galilee welcome So if today is your first time One, two, three, please stand Look at the slide, one, two,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my next time Hey, if you're spinning around these bands You can give my hands a shake All right, let's welcome them All right, all right,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So you may be seated I want to take a special introduction 今天我们一个特别的介绍 That we have Pastor Joseph Lai's wife Lai Shumu is here with us 今天 Lai Shumu和我们在一起 Would you please stand so we can recognize you We're so thankful for Pastor Lai and Lai Shumu We're so blessed that as churche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We're so blessed that as churche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We're so blessed that as churche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That's why Khan and Yu Ping are here today And they did tremendous work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gospel love with them We're so blessed that we can talk to our friends If you're so blessed that we can go to our friends It's a good place for Pastor Lai Shumu So let's give this good praise for Pastor Lai Shumu Thank you Thank you Alright, so I have exactly about 30 minutes for the message this morning Okay,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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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f he was pointing for 20 minutes,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25, no, no Okay, is everybody okay giving me 30 minutes for the message this morning 给我三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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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rising slowly 大家还是愿意给 大家还是愿意给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三十分钟 hey did you guys get enough sleep last night 昨晚大家睡着如何 昨晚大家睡着如何 yeah well you better be you got you got an extra hour right 因为你多睡了一个小时 因为你多睡了一个小时 you know when it comes to like fall back 每一次调时钟的时候 I know a lot of households will look like this 很多家庭就像这样 look like this any of you experienced that last night with your kid so it's not bedtime yet right you get that extra hour for some of you it's business as usual 有些人家的晚睡是正常的事情 it's business as usual okay 看看 几点才睡的 1am 2am 3am back to 2am I'm still at the same place 有的人熬到晚上三点 好 anybody sleep after three or five last night 有谁三点一再睡呢 oh yeah see our young people raising their hands that's not good okay okay so my hope this morning is that you're full of energy and you're here to hear God's word 非常希望你今天充满元气 因为你睡得很好 amen alright so this morning we're excited because we're starting a brand new sermon series 今天我们非常激动 因为我们有新的 新的教导 新的教导 我都不可能计划得这么好 我计划了这一天开始我们的新的教导 but it was not our plan to have baptism today 但是受洗的日子全不是我的 however it's very appropriate that we have baptism today 但是何等和事 今天又是受洗的一天 because we just have six brothers and sisters entering a life of faith, love, and hope 因为我们刚刚有六位心理所谓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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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ow I know that your hearts are full already this morning 我知道你们的心今天已经充满 because we've heard so many of these testimonies that God is through those testimonies already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heart 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很见证 神已经将这见证是我们的心出吗 but I really want to use this message and also this series 但是我仍然用今天的信息和这个系列 to hopefully do three things 希望能做三件事情 the first I want to encourage those new family members 第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所有的新的成员们 I'm looking at some of you who just got baptized this morning because this message is for you 因为这么信息是为你的 this is our way of welcoming you into this family of God 这是我们欢迎您来到新家的第一课 and I believe that you are entering this abundant life for eternity 我们因为知道你将进入这个丰富的人上 because you are following Christ 因着你跟随耶稣 second thing I'm hoping to do 第二件事情 that there are some of us here maybe somebody dragged you into church this morning 有一些人可能是被人拖来的 maybe it's because your loved one got baptized today or your family or friend got baptized today 因为你的朋友或者亲戚今天受信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in church first of all we will love you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教会 当然第一我买你 and we do hope that you will come back 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再来 to become part of our community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and maybe even spend Christmas with us 甚至和我们一起共度圣诞 but today is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discover what the Christian faith is all about 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学到基督的信仰是什么 and the third thing 第三件 is that some of us who have been with church or church has been part of your life for a while now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老基督徒了 but you feel like you're still a little bit lost 你仍然觉得你有些失落 you're not experiencing the abundance that the Bible talks about 你没有感觉到你想受到丰富的人生 and you're designing to grow closer to God 你希望能与一生更加的亲近 and you're looking for ways to do that 你真的寻找到一套道路 I believe this series is for you as well 这个系列也是为你的 because in truth in all honesty we all desire to live a life of faith, love and hope 因为在我们的心底 我们都渴望过一个有心往爱的人生 I'm goi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我的告诉你我们有多少时间 Faith, love and hope actually anchors our Christian life 希望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毛 these ar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hristian 希望爱是基督徒的根本特质 let me say that again Faith, love and hope ar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istians 再来一遍 希望爱是基督徒的根本特质 You know, Paul talks about this all over his writings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一再提到 In another way of describing this is that faith, hope and love really distinct us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希望爱就是基督徒和世上他人的区别所在 So we're going to be in the book of 1st Thessalonians 我们一起来看 Thessalonians家前述 And together in the next 5 weeks I'm hoping that we will explore what this life of faith, love and hope is really like 在将来的五个星期我们将一起来学习心爱的人是怎么样 Amen? Amen! I hope that gets you excited for the next 5 weeks 希望那下面的五个星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旅程 So when we talk about a life of faith, love and hope I want to start with faith today 我们讲信仰爱就是信开始 So what is faith? 什么是信心? We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discover that a little bit in 1st Thessalonians 我们在铁山东家前书来学习 So let's look at verse 1 第一节铁山东家前书 So right away we know this is a letter Right? He's addressing the church in Thessalonica Paul is the writer He mentioned Timothy Timothy's role is actually to deliver this letter And then there's this guy Isilas Or actually his full name is Salvanus He's actually one of the local leaders He's actually one of the local leaders He's actually one of the local leaders You know Thessalonica is actually a very important place Thessalonica is actually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t's actually the capital of Macedonia It's actually the capital of Macedonia she's the capital of Macedonia Do you remember in the book of Acts When Paul received the Macedonia call You whether in the book of Acts He's reaching тради We know there? Get in the blocks of Macedonia I ask for the issue See these people 他听到神对他说在马其顿的时候神叫他来把福音传到马其顿去 所以在十度行传第十七章里都提到保罗去到了天上罗尼加建立了一个小教会 看看地图我们就知道马其顿是希腊的北部 在那个小教会里面主要是犹太人和希腊神话的那些人 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希腊人一样 我们看到在十度行传世界上讲到他建立教会之后就受到逼迫 但是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即便他受到的各样的逼迫 他并没有不回去 因着他建立的教会他关爱这个教会他为这个教会祷告 所以在第二节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遇到教会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因此我们不仅仅会自己祷告 我们也要为普通各方各地的事情来祷告 因为神将这个爱心这样送在我的心中让我们为这个身体来祷告 所以在什么里面祷告 把我罗罗做了什么样的道理 这里是重要的道理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吗 我们一起来读 在神我们的父亲前 无助的请欠你们 以信心所作作的功夫 以爱心所受到的劳苦 以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承问的兰奈 OK Do you see the faith, love, and hope in here? 在这里有没有看见信王爱三个字? This is the theme, this is the key verse for the book of 1 Thessalonians 这就是提液上王林家前说的关键字 Faith, love, and hope 信心,爱心,和盼望 So today we're focusing on faith 今天我们要着重在信心中 So here it says there's a work that produced by faith 我们看见说有神在信心里所做的功夫 So what is this work? 这个功夫是什么? And what is this faith? 这个信心就是什么? So the first part of the message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s that it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we receive by faith 所以我们前面部分要讲的是 我们因着神得到的信心 First 4 it says 第四节说 For we k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loved by God that he has chosen you 被神所爱的兄弟啊,弟兄 我知道你们是蒙结犬 So if you're thinking 如果你们在想 I'm going to ask you a good question So I'm going to ask you a good question I'm going to ask you a good question 很好的问题 How do we come to know God? 我们是怎么认识神的? How do we truly become a Christian? 我们是怎么认识基督徒的? You know, if somebody were to ask you that question out on the street Do you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如果有人在街上问你这句话 你怎么回答? You know what you really should do? You should come to church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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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you know that's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ecause you know that's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ecause you know that's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Well, it really shouldn't be that hard to explain 但是真的那么难讲清楚吗 But if you ask them to come to church That's a good thing You can do that Or small group 总归是正确的 But you know a lot of times people are thinking Well you know like this whole Christian faith thing 很多人一直在想 基督教的信心 That do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我能想不想变成一个基督教 Do I like what Christianity has to offer? 我喜不喜欢基督教给我的东西? You know Do I agree with the valu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我同不同意基督教的价值? Well,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that 如果有人在想这件事情 This morning I want to give you a dose of truth 我要给你一个真理 It is not that God doesn't allow us to choose God absolutely allowed us to choose 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 But in reality Scripture over and over Tells us It is not that we choose God But it is what? God choose us 可在圣经里头 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说 不是我们选择了神 乃是神选择了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again It is not we or you Choose God It is God That has chose us 再来一遍 不是你和我选择了神 而是神选择了我们 I want to tell you the reason That you're sitting here today 我想告诉你 坐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God made it happen 因为神选了你 He's the reason that He chose He had a reason And He chose you to come here today 是他的缘故叫你来的 So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God has chose you to be here today 对你旁边的人说 神选择了你 You know the audience of 1st Thessalonians These are young Christians 在铁双方经家前书这里面讲到的这些人 他们是年轻的基督徒 So Paul's telling them Hey guys I know that you became Christians I want to tell you It is not you who chose God It is God who chose you 保罗对他们说 今天保罗无事说的同一句话 那就是不是你选择了神 那是谁选择了 And then Jesus says this in John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 John 15 16 says what You did not choose me by what I choose you 他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 不是你们捐选了我 是我这里选了你 Can I get an amen Amen That's good news 这就是福音 Hey somebody actually chose me for something 有人选择了我 God didn't just choose me to go take out the trash 他被你选我去倒垃圾 Because sometimes that's how we feel 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 It's like the stuff that nobody wants to do Hey you were chosen to go take out the trash 就好像大厨厨的时候 你被选择说你去倒垃圾吧 You're like that's so crappy I don't want to get chewed by that 那个时候你好像我现在会选中了 But God didn't choose you to do that did he 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吃倒垃圾 No And that's not why he chose us 这也不是他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Although some of you are gifted in taking out the trash And you should take out the trash 当然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非常擅长倒垃圾的 So why did God choose us Why are we chosen 但是为什么神选择我们 And actually the better question would be How are we chosen 更好的问题是他怎么想我们的 Well let me tell you this actually happened a long time ago Well they告诉 you 很久很久以前这件事情就开始了 Well the scripture tells us that God knew us When we were still in our mother's womb 圣经说在我们出生之前 圣经已经决定了 See I said it's a long time ago for some of you Right 我就说了很久以前发生了事 You guys got that Okay well some of you got that You still知道我的出发生了事 You出生很久 But actually it's longer than that But事实上不仅如此还要更长 Because in Deuteronomy 7 verse 7 to 8 因为在生命级第七上第七 也到第八里 This is all the way back in the time of Moses 这是在摩西的年代 It says the Lord did not set his affection on you And cho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numerous than other people For you were the fewest of all people But it was because the Lord loved you And kept the oath he swore to your ancestors So why did God choose us? So why did God choose you? Why did God choose you? Well he chose you out of love He chose because he loves you That it was out of love that we were chosen You know when human are choosing things It's very different than when God chooses things You know on Friday night I decided off 43 years old body Decided to take on our boys in the youth group For basketball I want to tell you the truth The truth is I crushed them I have a few co-workers with me That they can testify But I want to tell you a funny story about that But instead of playing basketball And then you need to pick teams, right? So you have two captains And you pick teams You would've never thought who was the number one draft pick You可能不知道谁是第一位選中的 Alright The number one draft pick for our basketball game that night Was Brandon You can't tell 第一位選中的 So Brandon And halfway through the game Brandon tells me that there's a hole in his shoe 打了一半 Brandon告诉我 我的鞋子都打破了 And let me tell you Like When he was chosen I thought that he would be the best player Like you know He's like this guy who I just Didn't think plays basketball But he's like sneakily good You need to know When he took his first shot I realized that he wasn't chosen by skill That the reason the captain picked him was out of love Because they're like good friends And he wants to choose them He loves this guy But you know what was really cool He actually got better He made a few shots But the origin of it was that he was chosen out of love It wasn't because how good he was How skillful he was You know that same thing when it comes to marriage You know like I say this every time When I do a marriage ceremony One of the vows that the couples will say to each other 有一个誓言大家都要说的 It says that I choose you above all others 他说我从众人中选了你 And I will commit to you 我要忠贞于你 Where do you think that came from You觉得这句话从哪里来 That came from the word of God 是从神的原理 That came from who God is 是神他告诉你 That God has chosen you above all others 神就是如此在众人中选了你 And that he is committed to you 且他要忠贞于你 Praise the Lord 感谢神 So that when we are entering into relationships Especially marriage relationships It's not about what the other person can offer me It's simply I chose this person above all others Because I love this person Because I feel the love that God has put in my heart And I want to share this love with the person I'm marrying That nature came from God And he put that in us And in that same way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is morning When I say that God chose you You know ultimately God did all the work We didn't do very much Okay I'm sorry Brandon And I keep using you But we're kind of like Brandon But we're kind of like Brandon It is out of love that God has chosen us That he created us He saw us falling away And that he needs to make a way for us Therefore he sends his own son to come and die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 And he even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come and whisper in our ear You heard it in the morning You heard it in the testimony When the Holy Spirit says come home child You're loving Heavenly Father is waiting for you And guess what God is doing all the work And that is the work that we receive by faith Praise the Lord Romans 5.5 it says It says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rough whom we have g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grace Which we now stand So the salvation that we have been justified What we receive is simply through placing our faith that God will do what He said We believe what He said So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new friends here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gain that you're sitting here not as a coincidence That He's made a way for you to be here Do you remember Tuesday and Wednesday If we have weather like Tuesday and Wednesday you won't be here today For Him to be here today We won't even have church today most likely INO Yes God loves you so much That He trained the person who drove your car to come here today safely 神不再安排了天氣和安排了开车送你来的人 那是为了我开车的,而不是Carol。 神让你的车今天跑得下来。 你知,星期三早上,我的车前面有一大块冰。 星期三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能够开车了。 可是我的家门口却有一大块冰入的车厅。 你知,当时是多么不久。 别人开车,开得非常顺利,而我就在那里,原地,不动不动地勾勾勾勾。 感觉是,你能够开车,然后我们能够开车。 神做到这些功能,我们可以到里面。 神甚至安排了Broncos的比赛是今天下午今天上。 不是,你不想看他们的比赛有什么车。 神带你来,那是要你听这些信息。 那听到这些见证,那He is the true God. 因为他是真神,He is doing something amazing in people's lives. 他在人的生命当中做翻转的步骤。 and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receive it. 你所说的一切就是接受。 to believe that it's for you and it's yours. 你的相信说这是为你而来的。 and you should enter this grace. 你就可以进入这个礼物。 Amen? Amen! There's a second part to this work. 第二部分。 Alright,you guys want to make me lie, because my thirty minutes is up, but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fifteen? 我们三十分都进就完了。 还能给我收分的吗? Pastors like to change their minds. 不是改变主义是出面的。 There is a second part,第二部分, that of work produced by faith. 信心所做的功。 信心所做的功。 The second part,yes,we get to participate。 下半场,我们终于可以上场了。 That this work is about us. 我们可以做功了。 The first part was God's work and that we receive. 第一部分是神做功,我们接受。 But the second is that God wants to turn what we have received, turn that faith into something good. 第二部分就是神要把我们接受到我们, 装换为好的功。 He's going to produce some good work. He's going to produce some good fruit. out of our life. 他要让我们的人生结出新的好果子。 That James famously said, 雅各说过,that faith without work is dead.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So we don't want to have a faith that's dead, right? 我们不像有一个死的信心吧? So that here, God is going to work this faith that we have received.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为这个信心来做功夫。 And then we get to participate. 我们来参与其中。 So there's three things that we can do. 我们有三件事情可以做。 Here it teaches us the first Thessalonians. 在天上楼地上前书去想到。 The first thing we can do is be an imitator.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笑话做。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be an imitator. 对你旁边的人说做个笑话做。 Let's look at verse 6. 我们来看第六节。 You became imitators of us and of the Lord, for you welcomed the message in the midst of severe suffering, with the joy given by the Holy Spirit. 而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说吃了喜乐, 因受正道去笑好我们也笑好主。 You know back then when the church received this grace, they had to go through persecution. 在那个年代如果教会接受那个年代 that actually caused them something to follow Jesus, 这却成为他们跟随耶稣的原因。 But Paul encourages and says that, Hey you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Alright so that's going to make you strong. 所以巴罗说了, 你这蒙了圣灵所使的喜乐就会让你更加坚强。 And not just that, It's going to make you joyful, 并且更加的喜乐。 Who of us feel like you're joyful every day? 你们当中有没有非常喜乐,天天都喜乐? Okay, there's a few of you. 还是有几个。 So a lot of us need to learn this lesson, 大部分都是学习。 Alright we need to ask the Holy Spirit to descend upon us, to activate within us, so that we are a joyful person. 我们都要求圣灵将祂自己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 But here Paul teaches us to be an imitator, 可是巴罗在这里强调说我们要做一个效法。 I absolutely love this, 我非常喜欢这段机会。 Because it validates who I am, 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因为在我做基督徒的道路中, 我不断地笑话别人。 因为在我做基督徒的道路中, 我不断地笑话别人。 我不断地笑话别人。 Who of you thought that imitation is a bad word? 你们有没有觉得笑话是个坏词? 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坏词群的意思。 魔法。 魔法。 效法。 山寨。 Imitate。 山寨。 You guys all think imitation, so you're all like me! Yeah! That's great! 所以你跟我们很像。 我们都是笑话。 Next test. Who likes imitation crab? 所以你喜欢假蟹肉。 Imitation crab anyone? 假蟹肉。 No. One person likes, Two people like imitation crab。 四五个人喜欢假蟹肉。 So all you're rich, you guys all eat real crab. 其他人都太有钱了吧, 但是在吃真正的蟹肉。 I eat imitation crab. 我只能吃假蟹肉。 Imitation crab is okay! 假蟹肉是可以的。 You're not quite there yet! 我钱还没有到那么多。 But it kind of tastes like crab. Not crab, but crab. 他吃起来是有点像蟹肉。 So that's what it means to be an imitator. 这是为什么让我觉得做笑话。 That I'm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that's okay! God has given me some examples that I can follow. 但是神已经给了我榜样, 那我可以学习。 You know, There are good things that we can copy or imitate from each other. 我们当中有很多好的行为, 好的人, 我们是可以笑话。 One of the person in our church that I like to copy is David Shao. 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一个人我很喜欢笑话 他就是David Shao. Because he's a fervent prayer warrior. 他的祷告何等热情。 You should hear this guy at prayer meeting. 你要听听他祷告的时候是多大的声音。 That like I wish that he would just pray the whole time. 我多么希望他能够一直祷告下去。 So I like to copy him. 这样我可以笑话。 I want that fervency when it comes to prayer. I want to know the word of God and pray the word of God. 我想要拷贝他祷告时候的热情。 Do you guys know this lady named Li Ko? 你们知不知道李姐? 李姐妹。 李阿姨。 Yeah? Isn't it amazing how she like connects people? 她是如此的能上场把人联系起来。 She like knows everybody. 她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 And she sets everybody up for success. 她帮每一个人帮助他们成功。 That's a skill. That's a good thing. 那就是她的能力。 是她的天赋。 I might not be quite like her, but I want to copy what she's got. 我可能永远不能像她能不能在这方面 但是我想要来笑。 How about our sister Anna? 好吧。 这个我们的姐妹。 Anna. What did she say? Oh okay. How about our sister Anna? 还有我们的Anna姐妹? Yeah! Sister Anna. Anna姐妹. Her boldness in sharing the gospel. 她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何等的勇敢. Right? Hey you're breathing. You're breathing. You're breathing. Do you want to know Jesus? 你想不想信耶稣? You look kinda busy. You看的挺忙的. But here let me tell you about Jesus. 让我跟他讲讲耶稣了. That's a bonus folks. 这才叫勇敢. I want to imitate that. 我想笑话的. Right? So here Paul's telling me, Hey before you can imitate Christ, That's okay. That's your ultimate goal. But for now, Do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就像保障者这里说的, 现在你还别急着笑话主先笑话我们吧, 因为最终你就因此笑话主。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tha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人我们可以笑话, 因为他们在跟随耶稣。 And together we can follow Christ. 我们一起就可以一起来跟随耶稣。 Amen? I believe that is the work that will be produced by faith. 我相信这就是信心叫我们在做。 By having that faith, We become imitators. 因这个信心我们成为笑话主。 But not just imitators. For some of us we need to be examples. 我们还要做榜样。 That's right. 做榜样.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Be an example. 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要做一个榜样。 Verse 7, It says, Lord's message ran out from you, Not only in Macedonia and Achaia, Your faith in God has become known everywhere. Therefore we do not need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第七节说, 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圣族之人的榜样。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 You know these young Christians they've been doing so well, That their lives are speaking out loud. 这些年轻的觉得做得如此之好, 他们的生命就在传承。 There are examples to those around them. 他就成为周边人的榜样。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s something we need to strive for. 这就是我们想要突破的。 If you want to work on something, Work on that. 如果你想要做什么, 就朝这方面努力吧。 He says, Lord, I want to be an example for somebody. 你要对神说,神让我要成为他人的榜样。 That I might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10 days, 也许我只做了十天的基督徒, That I might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10 months, 也许我是十个月的基督徒, 十年的基督徒, Okay, probably nobody's here, I've been a Christian for 100 years, But you get my point. 这里可能确实有100年的基督徒, 但是你没有我的意思。 The older you get, Probably you want to be a better example. 你越老的时候, 就越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That let your life speak. 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 I want to give you a little testimony. 我想给你一个我的见证。 And I've reluctantly been added to Peakview's WeChat. 在Peakview的微信群当中, 我是被动的被加入的。 I don't want to be in that group. 我不是很愿意在那个群众群里的。 Because I'm busy, I don't want to answer every Bible question. 因为我太忙了, 这里面都是向我们的问题。 But of course, Carol added me. What's the Carol? I don't know, Someone added me. 但是有人就是把我给加进去。 But I've been blessed! 但是我却因此地祝福。 Because I see this group so active in talking about the word of God and their devotion every morning. 因为每天早上这个群都在将神的道理并且尊敬神。 And there's one brother, 有一位弟兄, That I want to especially encourage. 我想要来鼓励他。 Brother文雷。 文雷弟兄, This guy message every day, 这个弟兄每天早上发信息。 Every day he message something from his reading, from the word of God. 他每一早上将他出读经当中的感想发一个头来。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brother, You're an example. 我想要鼓励你说, 走路就好。 When we are serious about our faith, 当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是严肃的时候。 When God is doing that work in us, and we're working with him, 当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作风的时候, He starts to produce these things so that we become more priceless. 它让我们开始结果子更像耶稣。 That we become an example for others. 也让我们成为他人的脑洋。 All right, we're doing good. We're getting to the final point. 最后一点。 The final point is that we need to leave idols, and live for the living God.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真实。 Let me say it again, We need to leave the idols, and live for the living God. 再来一遍。 离弃偶像归向真实。 You guys heard the story today. 今天你们听到了他们的见证。 Of Brother Conant and Sister Yu平. Khan和 Yu平的见证。 You heard in their testimony, How idols did not bring them peace. You听听他们的见证当中说, 他们的偶像如何没有来给他们平安。 So much so that it was constraining, that it was oppressing their life. The偶像让他们受伤害。 You know there are idols, Some of us are still worshiped man-made with the idols today. 我们今天仍然在拜偶像。 And let me tell you, Those things are lethal, They're serious. 我能告诉你们说, 这些偶像为什么不好。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Thessalonian church did, that Paul incurses, is that there were definitely many, many idols that they worshiped. 法罗在天上多人家前述说, 这个教会有很多偶像需要一起。 Remember in the Greek, A lot of them came from a Greek culture, where they believed all kinds of gods. 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希腊上他的背景。 And for some of us, We may have come from backgrounds, We are superstition, And we believe in a lot of these extra things. 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有这样的偶像的背景。 So God says, We need to believe those idols, And then live for the living God. 所以巴罗说要离其有像可以像真心。 You know idols is not just limiting to those little wooden things, that we put in our house. 偶像并不是说那个木头雕的泥树的那个偶像。 That a lot of times our dependence is on those things that we put above God, Therefore they become idols of our life. And you hear me say this on stage aft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have not accomplished it myself. That there are fights against idols in our lives on a daily basis. What could be an idol? 我们的偶像是什么? Success。 成功。 Financial security。 这个经济的独立。 Fame。 名声。 Recognition by others。 为人所称到。 My job。 我的工作。 My self worth。 我的自我家主。 And guess what? We can add our children for the previous category that I just talked about. My children's success. My children's financial security. My children's fame. My children's recognition. My children's future job. My children's future spouse. 那就是我的孩子成功。 我的孩子的经济。 我的孩子的工作。 我的孩子的老婆老。 和老婆。 Guys these could be idols for our lives. Because we're putting these things before God. 我们将这些放在我们的神之前。 We're saying,God,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hat I want. Way more than you! I still just want this. 雖然神啊,你是如此之大, 但是我却只要是小小的一年。 And God said,Hey, that's an idol. 可是神就告诉你,那就是你的偶像。 So the Thessalonians got it. So the Thessalonians got it. They left their idol. 神保罗就让他们离弃这偶像。 And they're living for the living God. 这样他们就可以归一项真实。 I want to invite the worship team to come up. Oh,请请拜托给上来。 Praise the Lord. 感谢谁。 We learn that this faith starts with the work of God. 我们知道的信心来自时的动物。 That you're sitting here, not a coincidence. 你坐在这里不熟。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hearing about the gospel,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Jesus loves you.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见神的福音, 我要告诉你神爱。 That He loves you so much, That He gave Himself on the cross, So that you could be reconciled with the Father, So you could leave that sin behind. 他是如此爱你, 祝他神在十字架上来使你与生法好。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a long time, 对那些已经成为了基督徒的人。 The Lord is telling you, 神对你说话, There are still things you can learn, You can imitate somebody. 你还可以学习来效法别人。 That you need to be an example for somebody. 你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 And there may still be idols in your life, That you need to leave, So that you can truly live with the living God. 在你身边中, 你仍要离弃偶像归像真神。 一起起立。 We're going to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We're going to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Because God wants to be who you can depend upon. 因为神要成为你的依靠。 That he is forever with you. 祂与你同在。 He's present in your life right now, Today. 祂的同在于你, 就在今天。 No matter what you're facing today, 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 He's the one that you can depend upon. 祂是你可以依靠的。 Not that idol. 不是那偶像。 There's a living God that cares and loves for you. 有一位活神在你, And we can receive that grace today. 我们今天就来接受整理。 Let's sing the song together. 一起来唱一首歌。 每当我面对风乱,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复分与我分享, 更生意渴望。 每当有风景阻担, 你只一步遥放。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在世纪里, 你选择的地点。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让我们的心境, 看着你永远的依靠。 我永远的依靠。 再来唱。 每当我。 每当我面对风乱,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复分与我分享, 更生意渴望。 每当有风景阻担, 你只一步遥放。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在世纪里, 你选择的地点。 沒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 堅持信心來宣告 答案我來全新進行 這時機就在路人前方 今天早上我希望可以做一個邀請 這早上我想請請請 在我們中間可能有人第一次聽到福音 第一次聽到神他拣血了你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願意憑著信心來領受這從上帝來的母分 我歡迎弟兄姊妹現在還有朋友們 你可以把眼睛閉上 如果今天早上你感受到神對你說話 他告訴你你是他所愛的 他已經選擇了你 他在愛中已經選擇了你 你願意領受從神而安的愛 我要邀請你現在可以把手舉起 我要為你來禱告 我要邀請你舉起你的手 如果你從來沒有做過這個決定 我要邀請你今天早上把你的手舉起來 哈利路亞神看見你的手 哈利路亞神看見你的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好不好你會不會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我說一句你說一句 好不好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的開口來禱告 愛我的上帝 謝謝你 你愛我 因此你拆你的兒子耶穌 來到這個世上 為我的罪釘死十字架 三天後復活 今天我要邀請耶穌進到我的心中 謝謝你 我願意一生的來跟隨你 更多的來認識你 我要成為上帝的兒女 謝謝天父 謝謝耶穌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門 感謝再美主 如果今天早上你做了這個禱告 我相信你已經得救了 主的聖靈要住在你的裡面 我要鼓勵你更多的來認識他 我也鼓勵你告訴你所愛的人 可能是你的小組長 或者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感謝再美主 今天早上我要做第二個邀請 如果今天你有感動神對你來說話 神要來提升你的生命 祂要你成為別人的祝福 祂要你和別人學習 成為他人的榜樣 而且離開你生命中的偶像 如果那是你的話 如果那是你的話 我們把每個人的眼睛閉上 我們不需要看別人 如果今天早上 你要這樣子來對神來立約 我歡迎你現在把手舉起 我要為你祷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感謝再美主 神紀念主你今天 今天你對他的回應 哈利路亞 我們可以幫我們的手舉起 哈利路亞 感謝再美主 主啊孩子獻上感謝 主啊你看見這每一個舉起的手 主啊因為這些弟兄姊妹朋友在對你說 主啊我們要更多的效仿 我們要效仿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主啊我們要成為他人的祝福 我們要成為好的榜樣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離開在我們生命中的偶像 讓我們單單地敬畏你 讓我們單單地敬拜你 讓我們不拜他神 唯獨敬拜主你是獨立的真神 求聖靈充滿我們 讓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生命中依靠主得勝 謝謝你 我們先上感謝 同心祷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稱 阿門 阿門 哈利路亞 我相信在今天早上你做的這個祷告 神現在就在你的生命中來做 神基就在那不遠的前方 阿門 阿門 我們很感謝祖美祖 我們一起來領受從神而的祝福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交通常與我們眾人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the love of the Heavenly Father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from now to forevermore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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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